今天来因为企业变成影响作物 最先今年台南山区 很多悬崖没开会 穿起山梁 对处议员周一起标识 不止悬崖 影响到来自 同样有不同天堂的顺海 不过因为工作人类不久 根本没够看在 所以要求向中央 定单位来欢迎 可以再次回看 并逢款天然在海 叫做天俗来播做歌诺 对处起标识 为了提醒勘载好论 建议这种没人 欢迎机的科技 来保重农民款业 开花到输花 再来勘察已经 好几个月过了 那有些人就是来看嘛 那有些人就说 这个公务员 他们来看他们不专业 也不是说不专业 是因为他们要照一个 我们就是中央给的 一个标准嘛 那边看不到东西 就不予补助 那变成很多人 他们就认为 这东西虽然是我们 台南市政府 我们政府 那个中央农粮署 一个好议 那政府给了一个好议 但是 现在变成 因为就是 这些事情 那公务员 要勘灾一千多件 然后人员又少 然后大家都忙翻了 然后标准又不一 那变成我们 一直在做这个美意 然后做这个 就是宅损补助 变成又变成另类的 就是农民的抱怨 其实人力 每个人体力有限 叫他翻山越岭 去看到 那你看 一天看不了机场 而且你要想一下 借助科技的力量 会比较好 这些农舰客 这些客员 就是公所客员 他们还有其他业务要做 没错 那光这些业务 他们就都自行加班 而且重点是 他们加班 还没有领加班 他在制定 定山区民众的管理 以外 进一步要求 支付六十区 自公园政策 其中的将对 现有自公庆的 制定得开公园 因为台湾乎 加上不需要 环境影响变国 所以希望 甘武局 设计 手拿博得 定载者阶位 例如台湾 文山 手拿公园 对手指定 也乐观既成 希望 颇见 回看 来和和鬼位 当然 先问 郭文吉林 跟彩虹伯德 加每一个 横元的 贵具